大家好,买了个皮囊给鹅玩水用 我们现在先来把它补装起来 包装整个的挺结实的 这把鱼是我们围方这儿出的 我以前知道鞍锹那边有好多过这个的 然后这边了一下是峡山那边的 包的很结实 它这里边还用这个 还用这种油斩纸包的 垃圾装进来 这买了一个这是 一米半乘以一米半乘以一米半乘以八十 然后高射三十五厘米的 这是玩硅的 这是不锈钢的绿柱 可能安装很复杂 这是那棚布 我们现在先来组装这个吧 工具还挺全的 然后 然后 2 3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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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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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9 8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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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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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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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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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鹅不知道咋进 它都不进去啊 这个还是我抓进去的 三十五厘米 它进去 它站里边 这石头鹅各头是咋 它老是想出去 出去了 可能是因为我在这里 它紧张 它们不敢 进来两个鹅洗澡了 它们不是情愿进来的 我把它们抓进来的 然后它们现在享受了 你看那会儿水还是清的 两个鹅洗马上就哄了 那会儿两个鹅老是想往外跑 可能是太高了 我给弄了个那个 不进来 看这节奏得一千一换水 石头 你看这石头膜都这么大 这朗德跟它一比 太小了 看 还扎猛 吸吸毛就干净 还有一个 我得把它抓进来 留点脏 去抓鹅去 它又抓进来一个 它想跑 它老是想出去 哎呀 它出去了 数这个鹅脏 想洗洗它 它不洗 看人家在这里 多享受 真傻 再把它抓进来 我站在这 我看你往哪跑 快洗洗 这个比那个还大 这个鹅得 至少都有二十斤 改天把冲拿过来冲一下 你看它身上 看它脖子上都 那些米 都结了小疙瘩了 好好洗洗 马上要下蛋了 不要出来 这个母鹅跟个羹鹅似的 好大 大家说一下这朗德鹅 你看朗德鹅这个嘴是红的 而且朗德鹅一个很大的特点 你看着它头上布骨那个包 朗德鹅这个是灰燕的后代 这种骨包的鹅是红燕的后代 二者以及跟任何野生的大雁 它是没有生这个河 也可以说它们之间可以互相交配 甚至可以跟大雁互相交配 这个 中国所有的鹅 除了一种都是红燕的后代 所以说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鹅 都会骨包 只有一种不会骨包 叫做伊利鹅 伊利鹅是一种半野生的鹅 半家养的鹅 新疆那边养的是 白千就飞出去什么 晚上回家 那种鹅 下蛋能力堪忧 一年就下十几个蛋 就跟野生这个大雁似的 跟大家说一下 千鹅跟大鹅没有任何的关系 千鹅是杂食性动物 它吃肉 鹅跟燕是纯素食性的动物 它吃草 不吃任何这个荤腥东西 这个洗够了 可能是 这他妈还得一个一个抓进来洗 这朗德鹅最主要的用途现在就是出鹅肝 就是那种肥肝 然后小鹅育虫之后就是 每钱是前十 最高峰的时候是一千四顿 一顿三两 是熟的玉米 然后直接给它牵嗓子里去 牵胃里去 就是直接造成它那个就是脂肪肝 最大的鹅肝有出到六斤的 你行刺就行了 最大的鹅肝能出到六斤 不用说这个鹅有多正了 这个 其实出鹅肝的 不光鹅 还有一种鸭叫做螺鸭 螺鸭是什么 是南方哪里一种鸭 跟这个 跟番鸭 有我们说的红头鸭 有的地方叫红头燕 叫鸳鸯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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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鹅杂交的 那个叫螺鸭 为什么叫螺鸭 因为它没有生殖能力 也是前十的 那种鸭肝也当这个 就是法国的这种鹅肝卖 但是口感是 可以说是毫无区别的 不存在道家那个 嘜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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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嘜嘌え嘜嘜你看它 游得嘜嘜OW именно 假的 universal蹦